留言道道我是邱子 叫高招我是鲁鲁 是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华圈的新闻 这个现在我们就说全球不景气 那这个不景气呢 又刚好遇上了过年的这个期间 就是新的一年的期间 当然自然而然很多人都会担心说 这个月是不是没有花红啊 那这个月是不是没有Models啊 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但是呢在新加坡呢 就是有这个汽车销售的非常亮眼 那就有新加坡的车行呢 发给属下80多名员工客观的花红 那大部分呢 是可以领到半年的8个月的花红 尤其表现特有者呢 是可以抱回12个月的花红的 哦 感觉就好好哦 因为他感觉就只是做一年 然后他就可以休息一年了 而且还是新币哦 是啊 那就可以到处去游玩了 你不要这么想说 这个新加坡人呢 在新加坡过活呢 其实也是挺难的 但是如果你只工作一年 拿到一个12月的花红 你就白拿了一年的花红 那你还不赶快就是请一两个月年假 然后你就无薪年假都好啊 那你就去一个旅行回来 我觉得就特好玩了 是 那我觉得呢 这一个可以做到一个这么表现特有者呢 我相信他们的个性上呢 应该就是工作狂 很难说 因为他是车行嘛 车行都是做sales的 我觉得应该不算是工作狂 可能他的嘴巴就特甜 然后就可以让那个顾客跟他买车 所以他们 我觉得做sales他们都有一个 就是他们的思想都会觉得说 我就是要赶快赚很多的钱 因为你会有那个commission 那他们的那个commission 都是想要去旅行的 哦 所以做sales的人大多数都想要去旅行 肯定啊 因为你有那个 debends啊也是 有一些是旅行比较多 有一些是想要存钱买车子买房子的 但是旅行会有占一大块 我不知在为什么 我对于salesman的这个第一印象呢 可能我有一些偏见吧 我都觉得他们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那他们的这个现实主义者呢 就是也不想要到旅行 他们只想要买多多物质 然后做一个投资 然后赚钱 然后做这个收住工 收住坡 看情况吧 我觉得因为现在的人 他们都比较属于是 懂得要享受生活的 所以很多时候你可以看到 我觉得你现在画面直书 随便滑一下 你都可以看到你朋友在拍 那些照片是在国外拍的 因为现在的人都享受生活 他们都不想要就是留在 马来西亚啊 或者是留在自己的国家 在那里玩 或者是很努力的工作 因为他们觉得说 努力工作以后 你就是要得到一些回报 很多时候 当你在工作上 可能老板或者是公司 不能够给你太多的东西的话 那你只好把你自己努力赚回来的钱 拿去好好享受生活 嗯 是的 那这个呢 我们转个焦点来看的话 确实就是第一点呢 这个 我们刚才谈这个钱怎么花嘛 但是其实我比较好奇的事情说 在新加坡的这个卖车 这个销售成绩亮眼的话 那证明这个新加坡的这个经济呢 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那刚刚我也是有看到这个 关于李显龙的新闻 他就说了这个新加坡的经济呢 目前已经像是稳重 稳重当中 然后甚至偏向更好的一个经济 那尤其在新加坡呢 这个汽车的销售呢 其实汽车卖的 哦 汽车其实卖的挺好的 但是就是这个拥车证啊 很贵 但是呢 如果你有车有拥车证的话 诶 是不是证明这个新加坡的这个经济呢 确实也挺好的 那是不是我们也要向一下新加坡看齐一下吧 那我们转个焦点来看一下 这个 呃 一个 一位这个台湾的前黑帮帮主呢 他就是开了一家清洁公司 呃 那也是呃 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 算是一个很励志的新闻啊 嗯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这一个呃 黑帮帮主 其实他是在一个台湾人 那他在32岁的 诶 他不是32岁耶 他是 一辈子进出坐牢 他坐牢了32年 对 然后他在2013年的时候就被放出来了 放出来以后 他决定要就是 改过自新的 去创立一个 就是这个是清洁公司 他创 他创办这个清洁公司的同时 其实他是想要帮助更多的人 他除了想要回馈这个社会 就是呃 因为清洁公司都是扫垃圾啊 或者是呃 打扫啊 这一块啊 然后他也把所有的就是那一些呃 可能就曾经坐牢过 然后也没有人想要请 或者是一些小混混啊 都把它带进这个公司里面 让他们有重新做人的一个机会 嗯 是的 那为什么他会突然觉悟呢 他说了一句话 让我觉得真的很感动 他说就是女儿呢 在恳亲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让他觉悟的 说的是什么话呢 就是从小到大呢 最熟悉的一条路 就是从家里到监狱的路 那他说呢 他在成立这个清洁公司的时候 其实刚开始起步都是非常的难的 像是三万万 五万万 十万都是跟朋友在借 那营运的第一个年呢 第一个月 还差一点就发不出了这个薪水 那他就自己玩家 捧逼一关了厕所 捧了两个月 那我们都知道吧 其实如果也是坐过牢的话 你要回归社会 其实也真的挺难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坐过牢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履历呢 是有这个坐过牢的 这个呃 暗底 暗底存在的 所以呢 这个雇主在聘请你的时候 看过 你可能坐过牢 他就可能不再给你机会了 那对于整个社会上来讲 其实对于 这些坐过牢的这些人呢 都会有一定的偏见 还有一定的防卫性存在 那我也不能说 这些人他们有错 毕竟呢 人嘛 都是你要有一定正当的 正当的这个防卫性 来保护你自己嘛 所以呢 这些坐过牢的人呢 他们要何去何从呢 那我也是看到了 最近有来多的这些新闻 包括了这些 不只是这些育友呢 他们就是 这些之前坐过牢的人呢 他们开公司 然后招聘的 都是这些坐过牢的人 甚至呢 有些人呢 其实已经开始放开胸怀 然后接受这些 已经坐过牢的人 那我相信呢 其实如果你对这些人呢 展开双手的话 给予他们温暖的话呢 确实我觉得 整个社会 应该会更不利好 是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做人 或者是做事情的话 其实都只是 在靠一个改变 和一个突破 如果当初 因为他坐牢 坐了32年 真的很不简单 就他真的是 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坐牢了 因为感觉看起来 他也蛮年轻的 就可能一个 40来岁的话 那他也坐牢了 十几年 如果他出来以后 他不选择改变 他不选择去突破他自己的话 因为他从小就没有怎么样 就是念过书啊 那他也有说 他特地就是为了要 就是开这个公司 他还要去考试了 那就是要签 要作答 要写字的时候 他就有说 他以前拿笔的时候 都是在签酒店的账单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 如果当初 他没有要做出这个改变 没有想要回馈 我也没有想要帮助 更多的人的话 那么现在的他 可能他还是 一直地进出这个监狱啊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做人 不管怎么样 好事坏事都好 总要他出第一步 去努力地 去尝试一下新的事物 而不是 躲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 觉得讲说 我什么也干不了 因为给一个 就是坐过牢的人 他都能够做出 一些这么好的改变 他可以做出 一个这么成功的改变 那么对于你 一个平凡的一个人 你没有暗底 你什么也没有 你难道你可以说 你什么也做不出来 你什么也改变不了吗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说 你不能够去 为这些事情 做出改变的话 那么这是你自己封锁 你自己 你这样子活下去 根本就没有意义 是的 确实呢 这个改变和突破 是很重要的 那在中国呢 其实也是有一个改变 那这个改变呢 我不知道对于中国来说 是好事还是坏事 应该是好事吧 那因为呢 这个中国嘛 我们都知道 他的这个人口是13亿嘛 那现在呢 撑了13.8亿 比去年多 剩了130万个人 那这个 比这个 中国呢 其实有这个新生 而逐渐减少了 这个趋势嘛 所以那也就是 让这个中国政府呢 其实是有点担心的 那怎么担心呢 所以他就有的这个二胎政策 本来之前是一胎 然后现在是二胎 那这个 现在呢 整个全国呢 呃 人口是超过了13亿8千人 那呃 多生了1800 这2016年的时候 他的出生人口 是将近 1800万个人了 比起前年呢 多生了130万个人 嗯 所以其实是 他们的人口 是算是增加了 然后其中 他们就有 呃 统计就说 其中是男性人口 比女性人口 是超过了 3300万人 所以两性的 这个情况 就是持续的 就是在失衡当中 嗯 其实可是我觉得 这失衡的是 没有的做出什么样的 一个预测吧 因为你要生男生女 算不出来 也改变不了 是 那呃 我不认识中国 现在还有没有一个 这样的情形 不过我相信 应该是没有了啦 就是如果他们生女婴的话 他们还是会把它给送走 要不然呃 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 就是比较偏乡的 可能甚至会把女婴给掐死 这样一个情形 呃 不过现在二胎政策 应该也没有这个问题存在 可是现在是男性的人口 比女性的人口多耶 你知道为什么会比较多吗 因为就是把孩子给送走掐死啊 所以为什么女婴这么少 男婴这么多 所以造成一个 呃 这个人口 这个失衡的一个情况出现 啊既然都失衡了 就不需要把女性给掐死了 没有 你知道为什么会把他们 你知道为什么会失衡吗 因为女孩子 他们给他也掐死了 就证明没有了 那只是像男婴 所以男婴比较多 女性比较 女婴比较少 对啊为什么要掐死他们呢 因为男孩子 传宗接代 我们 你也知道这个 我们的这个 呃 不管是中华社会也好 还是什么社会都好 为什么都要一个男婴呢 就是为了要 就是呃 给老祖宗一个传宗接代嘛 那我相信 现在的这个人口 呃 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开放 包括呢 这个中国呢 是越来越开放 以备越来越成事 所以呃 这个 可能他们还有这种情节 存在说 哦 我要是男婴 还是什么的 但是呢 呃 可能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 甚至呢 比较偏向 因为要知道 中国很大 中国非常的大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 非常进步的 像是上海 北京 真正啊 这些比较进步的 这些呃 城市 但是呢 相对于一些 整个中国比较偏远 偏向的地区 是不是还存在着 就是如果女婴的话 是女婴的话 就要把女婴给弄死 又或者是把她给送人 还是等等 这些情况出现 那呃 不过目前来看的话 我现在是没有什么 这种新闻啦 不过呢 呃 确实就如果是男生 跟女生呢 如果是实现一个 适合的一个状态呢 对于呃 这个两性来说 其实也不是一件 很好的事情 为什么呢 可能就是这个男性呢 会逃不到老婆 是 那你逃不到老婆 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你就是可能 呃 娶越南妹啊 或者是 去抢别人的老婆 去抢别人的老婆 又可能是 一夫妥妻制啊 等等的这些情况 很可能会 如需而来的出现 那呃 不过呢 对于整个中国呢 如果是 你在缺人口的话 你这个 有多的新生儿 当然是一件好事情吧 毕竟新生儿是多 是好事 而且呢 这个新生儿呢 又是未来国家的栋梁 那可以让整个 呃 中国可能会变得更好 那现在中国呢 相信呢 也是越来越好了 甚至就是有台湾的联合新闻网就报道说 有台湾的学生表示去年到广州当交换学生的时候呢 去之前是几乎每个人都跟他说 哎 中国很危险啊 环境有多差 但是他待了半年以后 他觉得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 那这名台湾学生呢 就在网上发布了一篇 台湾生大陆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他在文中呢 就有说 这里非常的先进 怎么说呢 这边消费人家 带着手机出门 吃饭逛街 通通通通通过这个支付宝 还有微信付款 根本就不需要在那边翻钞票啊 而且这边的外购也很方便 只要你手机APP打开的话 你就饿了吗 有美团啊 各种外面的APP 让他们不用出门 也可以享受到美食 那这边搭车呢 更是非常的便利 甚至就是有这个手机 滴滴搭车啊 Uber啊 又或者是可以随时叫车 比一般的计程车便宜更多 而且更便利 嗯 他也有直接就说 其实这一种感觉 就直接就是一种文化袭击 因为其实一直我们都有想说 你看一百本书 其实也不比你去一趟来得好 那如果你 如果这个台湾生 他没有到中国的话 他只是光听别人讲说 呃 这个大陆有多不好啊 有多不先进 空气有多糟 他自己没有亲身去体验过的话 他根本就不知道说 其实这个中国是这么样的方便 所以他就有说 如果他没有到这个大陆的话 他都不知道原来大陆是比想象中的 更加的进步 是 那这个中国呢 为什么会让人感觉 是一种非常落后的国家吗 甚至也是比较保守的一个国家呢 相信这个中共的背景的 而且外加上就是这个中国 一直有不断的这些黑心食品的 这个新闻出现啊 然后又是整个环境 又是多么的糟糕啊 等等的 但是呢 这个我相信这位台湾人呢 他是去了这一个 呃 比较城市化的一些地方吧 那甚至呢 还有就是他就有说 这个亲戚代表了台大医院区新疆医院做交流 结果发现新疆医院的医疗器材都是顶级的 样样的比台大的设备高级太多太多 我们要知道其实中国的这个实力呢 其实已经是非常个 台湾来说已经是悬殊了 那包括呢 这个中国呢 现在已经是可以跟 呃 美国做一个 竞比 就是一个比较 甚至可以做一个竞争 那你就可以知道 可想而知 中国呢 是有多么的先进 还有中国呢 是多么的已经开始城市化 甚至呢 是比较富有的 那呃 那为什么台湾呢 一直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呃 一个呃 可能偏见存在呢 我相信就是台湾的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呢 有可能刻意恶化了台湾 还是什么之类的 其实为了是什么呢 第一点可能就是为了一个政治需求 那第二点呢 也是为了台湾人想要看 那 呃 就是可想而知 其实台湾跟中国呢 算是还是有一点矛盾 矛盾点存在的 那所以呢 台湾呢 如果他的媒体呢 想要可能讨好他的独生的话 很自然而然呢 可能就偏向于这个大陆呢 是比较负面的一个形象出现的 那至于台湾的网民呢 如果现在你发布了这一篇新闻 过后我相信呢 也是可能遭到了很多的台湾人 呃可能会攻击呀 又或者是什么呢 又或者是什么呢 但是呢 确实我是想说 呃不要被自己的这些偏见 给封闭自己 其实呢 呃这个有很多国家 如果还是有好那一方面的话 确实是应该去学习学习的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